片頭的還包括今年金馬獎 最佳女配角獎 是頒給新秀演員王于萱 22歲的她出演電影 該死的阿修羅 第一次入圍金馬就得獎 還擊敗了忠心靈 溫真靈等人 從勁敵中脫穎而出 今年的最佳男配角獎 則是由男星劉冠婷拿下 已經連續三年入圍 今年是她第二度 暴走最佳男配角獎 這次她在電影鬼扯當中 脫衣還剃頭 展現演喜劇的功力 也獲得評審肯定 得獎的是 劉冠婷 鬼扯 連續三年入圍金馬獎 男星劉冠婷 今年在以電影鬼扯 二度暴走最佳男配角獎 小時候我是一個 很愛講笑話的人 沒想到有一天 講笑話可以講到這個舞台上 儘管已經是近年金馬獎常客 劉冠婷領獎致辭 還是難免緊張向台下求救 克斯婷 我好緊張 忘記她的名字了 Lucy姐 一路以來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幫忙 能夠走到今天 我覺得缺一不可 這回她在劇中飾演呆傻的小弟 不僅未戲脫衣 還特別剃頭 展現演喜劇實力 那你假髮是 我看到角色的造型之後 我就覺得那個假髮看起來很假 也許可以再做一些什麼在這個上面 就想要讓真的都有觀眾開心 今年最佳女配角獎則由新秀演員王于軒拿下 聽到獲獎時她一路爆哭上台 我想要謝謝跟我一起入圍的四位前輩 我從小在電視機前面看著你們長大 你們是 你們是 你們是我表演的陽分跟我表演的嚮往 謝謝你們 現年22歲的王于軒出演電影 該死的阿修羅 第一次入圍金馬舅得獎 還擊敗中心靈溫真靈 從勁敵中脫穎而出 我很想要單獨的謝謝樓燕導演 因為我15歲的時候碰見她 然後是她讓我認識電影 金馬最佳男女配角獎開獎 演員用心詮釋角色 奪得殊榮實至名歸 記者綜合報導